大家好 又是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不知道大家去街市有沒有買過一種魚叫做猛仔魚 吃完是不會猛的 而且是相當好吃的 今天我買到一個腩 所以會和大家分享一個花膠冬菇蚊猛仔魚腩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法 記得訂閱我吧 我們需要一個猛仔魚腩 差不多一斤 即是600克左右 發開的花膠200克 然後6至8隻發開的冬菇 即是浸水的冬菇 然後300ml冬菇水加起來的雞湯 250克的豆腐 紹興酒我們只要在蓋上一個套餐 然後生抽和老抽我們就割一湯匙 然後麻油我們就要半湯匙 魚露也是半湯匙 白胡椒和黑胡椒就是你自己喜歡 然後我們就要五片的薑 你可以加上少少蔥 還有就是糖 隨便就可以了 好 做法會是怎樣呢 第一件事我們就要把魚腩撲少少生粉 生粉之後我們就要走油 走油很快 不要炸熟它 純粹為何要做這件事呢 就是讓魚腩的時候它不會那麼容易散 然後我們就要把花膠和冬菇切開 大小你自己喜歡 然後用瓦鍋 加少少油 然後用薑片和蔥段 如果喜歡的話就去爆香它 然後我們就加上魚 冬菇 花膠 豆腐 加上黑白胡椒一起炒一炒 蘸少少紹興酒 好 OK 之後我們就加300ml冬菇水和上湯 一定要用上湯 否則你的花膠就不夠入味 因為花膠本身是沒有味 讓它煮一煮 滾起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甜味 就是加入我們的生抽 老抽 魚露 還有稀有糖 然後我們再加少少麻油 再給它蓋蓋 炆大致上10-15分鐘左右 然後開蓋就可以吃了 大家是否很喜歡我這個 冬菇花膠炆猛仔魚腩 猛仔魚腩 猛仔魚腩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街市 因為真的很搶手 所以一見到就吃了它 第二個提示 一定要買一些冰了的花膠 放冰箱 因為一買到夢仔魚腩 隨時就可以拿一塊花膠出來炆 對吧 如果還想知道 我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的話 記得訂閱我吧 我們按讚 都會不會有很多 但是很開心 我們要不為了 我們要不存在 我們要不存在 我們要把餐廳 我們可以讓我們